草立憲人還敢在那邊給我半夜三點的時候 約大家要打戰棋 不是你他媽給我閉嘴 要睡覺了 安安 這個不是貓 來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新盤藥 欸我覺得他好像有邊胖欸 我覺得他有 屁酷 他2.5 他才2.5 那你知道泡泡10公斤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家的兩隻貓都比你們家的Miku還要大欸 我們家的兩隻貓 一隻貓是10.5 一隻是5.3 安安 我今天來劉軒家玩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出去看電影 因為我這禮拜就是一直沒有找到時間開台嘛 我就想說那不然來開一下好了 然後我就說那你家可以借我開台嗎 他說喔喔好啊 就很隨便 但我想說現在大家開台也蠻隨興的 就沒關係吧 不是開台打發時間 我們等一下看快11點的電影 你們要不要猜我們看什麼 不是鬼修女 誰要看鬼修女 就是那個宮崎駿的芯片 內部很酷欸 因為內部的廣告打得很少 像是他在日本剛上線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何預告片 他的預告就是一張海報圖 然後很多人就不知道在演什麼 可是因為是宮崎駿的 所以就還是去看 然後好像還蠻好看 在約會軍家 也不能說你錯啦 畢竟今天晚上我跟劉軒要出去約會嘛 所以他也算是在約會軍家 整間都這麼乾淨 他是收納狂欸你們不知道嗎 而且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共用了辦公室這樣 就是大家也知道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成員 現在已經都掰掰了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個 新的營運模式 現在就是我跟劉軒一起租那個空間 然後我們就會分成很多區域 就比如說拍照區啊 錄音區啊 直播區啊 辦公區 就有一點像是公共空間的感覺 然後所以你們可以去看劉軒 最新的IG貼文 是在辦公室拍的喔 這也是他每一次一去辦公室 他都會收的超乾淨的 然後 有啊 我想說乾壓力也太大了吧 因為我是不太收東西的人 這邊看起來好乾淨喔 謝囉 謝 誰啊沒有 我家就是很亂啊 家長阿姨會失業嗎 不會啊 因為我們還是有 啊白癡喔 我總不可能 跟劉軒一起而租 然後我就說 欸那你每個禮拜都來打掃喔 靠杯喔 我是怎樣 我太沒品了吧 哈哈哈哈 當然還是會請打掃阿姨啊 啊劉軒來就是看她 看她看不看得下去 劉軒人家整齊乾淨反觀 不用反觀好不好 就是我們的個人特色 你懂不懂啊 就是 一定要有一個人髒 另外一個人乾淨 才會有比較集啊 如果兩個人都乾淨 那這個世界不是很無聊嗎 哈哈哈哈 我就是要有亂的人 才可以襯托大家的房間很乾淨啊 我是襯托你們的人 懂不懂 你們就可以看看我的房間 就會覺得 哇我好棒啊 我房間比貝莉美還要乾淨耶 我超棒的 看到沒有 我真的很用心耶 質疑可以是乾淨的那個房間 我就不喜歡房間很乾淨 因為我不喜歡東西收得好好的 對 好險旁邊愛乾淨的人完全不鳥我 就是東西收得好好的 對我來說會很困擾 因為我沒有辦法伸手就拿到 所以我就會把我所有用得到的東西 全部都放在桌面上 這就是 我們家還有固定 你看這樣我伸手就拿不到 我就拿不到水啊 不行我就是 一定要很亂 因為這樣我就才可以伸手 就拿到所有的東西 欸我在你房間開台效果很好耶 我們剛剛有破千人耶 還是我們以後都在你房間開台 那如果我不按照你的規定放東西 你會生氣嗎 你會幫我把它放好 對我還是會拿回來 那你會生氣 那我再拿回來 喔你不會生氣喔 這樣也不會生氣喔 欸 他怎麼樣都不會生氣耶 那我以後都要在這邊開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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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土要深絕 劉軒安安 欸有人跟你安安 他在吃冰棒 他身體不好還吃冰棒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需要 大家集體的幫忙 讓後面的這個小夥子 不要再熬夜了 如果哪一天 他他媽的又在那邊 半夜偷開台 偷打遊戲 三小的 請大家直接跟他說 主播你要睡覺囉 哈哈哈哈 不是真的是嚴厲譴責耶 我很像媽媽 但我現在就是必須要進入到 我的睡念時間 然後會說什麼 他睡不好 然後什麼之類的 我說 你那個睡覺時間那麼亂 你當然會睡不好 你一下子12點睡 一下2點睡 一下子5點睡 一下子5點睡 一下子早上才睡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睡得好 那2點計劃 幾天 嗯 才5天 可以持續多久 知道 你看 又不知道 大家怎麼停工了 不要念喔 我跟你們講 做這行就這樣 就是很容易被那個螢幕啊 然後打電弄什麼 被藍光傷害 然後 幹媽的 草立憲還敢在那邊 給我半夜3點的時候 約大家要打 戰棋 不是你他媽給我閉嘴 要睡覺了 沒有我已經正常睡覺很久了 我應該已經有持續 固定2點以前睡覺 超過一年了 哎你們不要活在過去的記憶當中啊 我們的時間要向前走啊 我現在大概就是2點 然後睡到10點 就差不多是這個作息 基本上都很固定 所以我就會希望我身邊的朋友 也可以睡眠很穩定啊 那像草立憲他們的神經很大條 比較不會有睡眠障礙 他媽的 那劉軒就是比較容易會睡不好的類型 啊一直影響人家 到底是想要怎樣 你也是啊 朋友請了你打電動你就去打 沒有你一開始我還沒講的時候 你還不是就打 你 對啊 你很久以前有打 我現在沒打 我現在沒打了 我現在打了 我現在 我現在吃冰 所以你不好就不會流汗還吃冰 你就不會流汗 不會流汗很容易中暑 然後也不喝水 然後也不去運動 然後又吃冰 欸我沒有運動 他是不是用你去打運動 然後你跟我說你不要 不是啊我又沒有 我又我會我很會流汗啊 我每天都會泡澡欸 你拿衣服我要打運嗎 你拿著拿衣服 我每天都會泡澡欸 我每天都會泡澡 不是他就不會流汗啊 他很可怕欸 就是他去那個跳點活動 你去幾天啊 你去八天有九天都會中暑 太奇怪 因為隔天還是繼續中暑 我去八天然後有九天都會中暑 我去八天然後有九天都會中暑 不會流汗啊 他身體很不好還吃冰 所以就是要 就是就是就是要 來了破壞人家 坐席的人來了 媽的 到底為什麼要一天到晚半夜 約人家打電動 別人都不用睡覺是不是 蛤 蛤 你坐席不正常可以秒 所以不代表別人也可以欸 不是奇怪欸 你又沒想起我是 我屁啦 那天你明明就說敢不敢騎 你敢不敢騎咧 騎三小 現在是喜聞樂見工程環節 沒有喔 我是覺得就是大家交朋友 聯絡感情可以 但是就是 我們不一定要每天都在這麼 傷身體的時間嘛 我們可以就是在一個正常一點 例如說 11點到1點下棋啊 敢不敢 我現在都在獵龍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我跟劉軒說 你作息要正常 不然就是這樣子你會搞壞 他開始有慢慢調作息之後 沒有人要陪你下棋 你才會在外面獵龍